中东大战接下来72小时 将是关键中的关键 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到的是 正在发起围棋五天演习的 伊朗革命卫队 他们让全世界看到了 手上极少曝光的护国杀器 这就是他们的急速弹 可以千里奔袭到以色列 预告了空中火流星大秀吗 在此同时 我们看到美国 居然将两艘的航母打击群 还有一艘的核潜舰 统统开往中东 俄罗斯护国神经苏凯35 也准备支援伊朗 接下来72小时 会发生什么事 对 没错 我们都很关注中东的局势 大家想说那不是要打了吗 事实上现在伊朗 已经正式跟你预告了 伊朗就说 我们已经准备要执行 这个惩戒以色列的行动 然后他就说 我们会对以色列 进行所谓的初期不义 然后大概约莫是 持续三到四先的突袭 然后他就说什么 我要让你紧张 我们现在不跟你说哪一天 是要让你有 这个心理上的压力 因为等待我们的攻击 你自己本身就是在恐惧之中 那伊朗就认为说 他们打中所谓的 心理战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 以色列他们 这个在作战的时候 他们比较擅长 用所谓的闪电战术 就快速的把它解决掉 把这个战事解决掉 他现在用拖字绝 希望说能够让这个 以色列能够慢一点点 目前为止来说话 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事 还没有开打 但是呢目前为止来说话 在以色列周边 特别是在北边的 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已经开始发动 所谓的代理人战争 他现在已经开始用 所谓30枚的这个飞弹 开始袭击以色列 那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以色列北部来说 你看他城市里面 有非常多 这个铁熊系统 上去拦截的这个画面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在以色列的北边 目前为止真主党 已经跟以色列 已经起了这个冲突的 这个状况了 大哥还没动 小弟先行 真主党我们知道 是伊朗最嫖悍的手下小弟 已经先打了 那我就问 到底伊朗什么时候动手呢 对伊朗是说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要让你等待 让你恐惧好 那伊朗到底做了什么准备呢 这几天的时候 他们的革命卫队 在伊朗的西部 进行一个月末是 五天左右的这个演习 那演习来说的话 他当然展示一些状况 他们就说 我们最晚15号以前 就会开始展开这个袭击 那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就展示了一个叫 他们自己本身的 这个护国神器 灭国神器 叫霍拉姆撒赫尔 四型的这个导弹 那这个导弹来说的话 它主要是 它这个射程 可以约莫高达2000公里 2000公里来说的话 如果你从伊朗本土发射来说 要打到以色列不成问题 再加上说军线 你知道吗 他们就说 我们可以用所谓的急速战 急速战在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等于是打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讲 这个火流星这样片般的 扫过你这个 以色列的整个领土的 一个状况 这个画面 观众朋友你再看一次 它从空中乌鸦鸦鸦 这个雨滴般的洒下之后 下面烧成了一片火海 这是俄乌战场 最惨酷的一个攻击方式 对 当然他跟你说 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对付你以色列 那当然他们敢不敢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某些程度来说的话 就是给以色列一个 心里面的压力 那除了这个 他们有这个 恐怖的这个杀气 这个所谓急速弹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有一个海上的这个战舰 他们这是所谓的 他们新的革命卫队的这个战舰 你可以讲 他其实有用双轮拱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类似我们台湾的 这个驼江舰这样一个情形 他们就说 这个新型的这个飞弹系统来说 它可以打击 700公里以外的这个目标 然后速度达45节 这其实蛮快的 还可以起这样所谓的直升机 那这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我们都说了 一旦这个以色列跟这个 以色列跟伊朗开打之后 如果伊朗控制了荷姆之海峡 它可能会让油价出现飙升 所以这或许它可能用这一项武器 准备要控制荷姆之海峡 要让油价涨价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也是他们在海面上 作战的一个手法 跟一个神秘的这个武器 这个就牵动了全球的能源命脉 700公里的打击范围 换句话说 没有伊方它打不到的 它就守在这个地方 如果去攻击游轮怎么办 是不是再一次牵动全球的油价 难怪你看看 美国进林肯号航母之后 现在又多一艘航母打击群 同时也把核潜舰 也派到中东来了 双方一触即发了 对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 美国在这个地方 有两个航母 林肯号跟这个罗斯 都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他们还有核潜舰都来了 现在大家都看 美国就说 我们把这个核潜舰 乔治亚号往中东去部署 那这乔治亚号来说 它是核动力 但是我们都要非常清楚 它是核动力战略级的导弹 战略级的航空所谓潜舰 那潜舰来说的话 你看一艘二亥 因为它是二亥二级 二亥二级来说的话 它可以搭载月末 336个核弹头 等于是说它发射出去 几乎可以灭国 这个是美国的 这个核三卫一体的 最终的打击方案 它都跑到这个地方来 那它意思是什么 当然不可能真的会射核弹 但是它意思来就是说 老大哥把最终的杀器 都拍到这个地方来 你最好不要乱动手 而且它可以发射三叉戟 三叉戟来说它可以不搭 不搭这个所谓的核导弹来说 攻击射程范围 也是非常远的一个状况 可怕的是它的逆踪 你根本不知道 它从什么地方 发动死神般的索命启息 当然没说 因为它核潜舰在海里面来说话 你看一两千公尺一样 你根本侦查不到它 它等于是让你来无影去无踪 让你觉得胆憨 所以美国除了两艘航空母舰 然后一艘核潜舰 来到这个地方来之外 美国显然 他们也对中东局势 开始默默的注意 而且他们现在也打开 非常多的捆龙锁 捆龙锁打开 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过去美国精锐的武器 要进到中东 它是非常节制 非常克制的 为什么 他把脚乱了这一锅粥 现在都不管了 只要能够嚇阻伊朗 你不要误判 再新的杀器都往中东送 过去都解封印了吗 对 没错 实际上在整个以色列跟伊朗战争 如果不要火上加油 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那就是中东最重要的国家 叫沙奥迪阿拉伯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沙奥迪阿拉伯 跟拜登政府 其实除了并不是很愉快 有人权的问题 还有之前沙奥迪阿拉伯 介入所谓叶门内战 所以他们把很多武器 就不给你了 但是因为现在 为了要拉拢沙奥迪阿拉伯 拜登政府就说 那我们解除了 对沙奥迪阿拉伯一些武器的 攻击性武器的 这个所谓禁令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当然是 拉拢沙奥迪阿拉伯 在美国这一边 所以那除了这样之外来说 大家都在各自拉帮结派 我就说美国在拉拢沙奥迪阿拉伯 那事实上还有谁 俄罗斯目前为止 也想介入这一场战争之中 为什么俄罗斯要介入 这场战争之中 你看俄罗斯上个礼拜来说 不是他们用这个 伊尔76的飞机吗 运输机吗 载了非常多武器到中东去 那这里面来说的话 他有几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留意一下 一个是莫曼斯克BN的 电子作战系统 这个号称是俄罗斯 最厉害的电子作战系统 他说5000公里之外的范围 我都可以进行 所谓的电站干扰 所以我觉得可以让你 F-35保证让你有去无回 当然这是他们的宣称 他也没有真的跟F-35碰过 那到底谁比较厉害呢 我认为说大家可以 如果真的这一次有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到底 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所以当我们看到了 以色列手上有F-35 美国来了F-22 F-18 这个咆哮者电站机的时候 你突然拉了这一套进来 是在撞胆的吗 对 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撞胆 实战作用怎么样 我们当然打了就知道 另外还不知道什么 这个伊朗其实不是只有 想要这个所谓电站系统 包括说未来可能有 所谓苏35或是萨姆士版 这个其实才是他最要的 为什么 莫斯科这么加速的 要去武装德黑兰 因为在俄乌的战场 普丁快要软角了 被乌克兰直接濒临 现在一路破防攻进他的本土 甚至最近听说 已经距离莫斯科600公里而已 对 我们上礼拜都讲了 这是1941年以来 第一次有人踏入俄罗斯的本土 是外国部队 那就是乌克兰的作战部队 那他现在已经深入到 这个库斯科 原来30公里左右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 其实原本是不到1000名的士兵 但目前为止 慢慢陆陆续续增加 所以对俄罗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可以讲乌克兰目前为止 有公布非常多照片 我们慢慢的前往 这个库斯科去的一个状况 那你看往库斯科去 当然对俄罗斯形成压力 我们有什么症状形容说 他们真的压力很大 第一个你看 他居然用武器轰炸 他们自己加本土 也就是说因为你已经进来我们家 我只好我打不过地面阵 打不过你 我用这个轰炸的状况 他沿着这个乌克兰军队 提这个所谓前进的这个路线 他开始丢职所谓滑翔炸弹 甚至还有所谓真空弹 真空弹是什么呢 真空弹所以就是所谓的这个 他武器 他就冲 打下去之后 他周边是抽为真空 所以那个攻击武器 攻击力是非常厉害 人家就说他只是 类似这种小型核母 小型这个核子武器 就没想到他都用这样 因为你只要他周边的话 你几乎人就会被他蒸发掉的一个状况 今天看到的都是人间杀器等级 刚刚伊朗的急速弹 现在俄罗斯的真空弹 你要知道 他丢下去是自己的本土 但我为了截断乌军 追击进攻的路线 我不惜损击 我也要炸掉自己的土地 所以你就可见普丁 他自己心里就夺击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乌克兰来说 也不是省油灯 他们目前为止就用什么 海马士 这是俄罗斯的这个重队 他们在库斯科地区 被人家攻击 那人家就说 可能是海马士火箭弹 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状况 夜袭库斯科 所以来说 现在目前为止在前线 真的是压力 对俄罗斯压力非常大 尤其是 为什么他们这次要打库斯科呢 因为库斯科那边有个城市 叫苏甲镇 苏甲镇呢 他是当这个所谓欧洲呢 从俄罗斯输往欧洲 非常重要 天然气油管的 一个非常重要控制站 就被想 已经被他们打下来 这个画面是 哇 这个象征意味极浓 对 你看他们故意 他们就故意 弄这个照片出来 那拿的是乌克兰的国旗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已经在苏甲天然气 这个运输站的门口 我们把它站临住了 好 那这个 对俄罗斯来说 相当相当压力非常大 因为这等于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天然气战 另外一个 他们继续往北打的时候 就想知道 他们准备要占领在当地 最大的核电厂 所以现在对 俄罗斯来说 他已经慢慢的 越来越不能够输了 好 那你说 为什么乌克兰这一次 打仗能够那么顺利 当然后面有非常多了 包括美国给他开绿灯 各式各样武器都可以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有投入非常多 新的这个武器的实战 包括说大家都说 这个机器狗 你看这个机器狗 到底真的来讲 你看这是真的在 乌克兰战场上面出现的 他是怎么样 他可以伪装 然后就变成战场的兼兵 他可以再大战 然后他也可以 包括说像 他也可以去侦查 各式各样的作战功能 在这里面 当然让前线 你要推进的时候 他当然更有这个 更有所谓的武器 能够往前推进 另外包括说像 还有机器狗 机器狗来说的话 帮助乌克兰什么 扫除地雷 然后这个包括说 可以背破急炮 可以攻击所谓的 可以背这个急速炸弹等等 还可以发射等等的状况 然后可以负重154公斤 所以这等于是说 有非常多的机器狗 新的无人机 还有新型的武器 都投入这一次 俄乌战争中间的 乌克兰这一边 所以你看战争在美国 还有欧洲 开绿灯之下 你看目前的战事 乌克兰慢慢慢慢 取得一点 可以回击的这个局面 怎么就在这个星期之内 发生了这么惊天动地的扭转 如果普丁 他愿意说 心里一定有这个潜台词 不怕省一般的对手 怕猪一般的队友 对 没错 我们就讲 实际上真的是 俄罗斯最怕猪队 为什么呢 你看这是个俄罗斯的记者 他原本要宣扬国威 他说什么 你看我们在俄乌 这个前线战场上面来说 你看我们有这个增援部队 然后你看后面 你看他展示说 有坦克车 然后透过这个火车来运输 我们大俄罗斯 我们往前线 我一定没有问题的 可是君教你知道吗 他就因为 你看美国也在看你的报道 好 你有这个 好 OK 我就知道 你在部队在哪里 就没想到没多久之后 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部队就被团灭了 就是说你要辞远 好吧 你要辞远 我都知道你在哪里 我就把你干掉 一个小时而已 对 所以知道 这个是猪队友 你揭露你本身的这个目标 人家当然就毫不客气 就把你打掉 这就是猪队友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不只前线告急 还有猪队友在那边扯后推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 哲伦斯基的判断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他这一次的时候 要发动所谓突击库斯科 这个作战呢 简单来说 因为他现在有这个时间的压力 我不知道其实美国总统大选 在今年的这个结束之后 现在有可能川普会上任 那川普上任他说什么 他说我上任之后 我24小时就要赶快让这个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来说 当然就要谈判 谈判来说的话 当然就是各自有多少筹码 那有多少筹码的时候 现在哲伦斯基就想办法 要在假设是川普上任之前 我要拿到越多的筹码 占领越多的土地 让你这个普丁坐下来谈 这或许是他的盘算 所以来说嘛 目前为止来说 中东局势其实跟乌克兰局势 两个是牵连在一起的 两个是牵运法 而动权生的一个局面 等一下回来台电 7月终于赚钱了 那9月还涨电价吗 你看到了中东战火 埋下了变数 伊朗要打以色列了吗 接下来72小时将是关键 以色列接货的情资 伊朗会在15号 以色列跟哈马斯和谈之前 展开猛烈的报复攻击 这绝对不是违言耸听 为什么 因为同一个时间 美国也加派了两艘航母 跟一艘核潜舰 已经赶往中东 是不是掌握同样的情资 关键开打时间 就在未来72小时呢 看起来美国现在决定 用强大的军事的力量 对所谓的伊朗这些 进行所谓的军事的威吓 你看他11号的时候 下令乔治亚核潜舰 跟林肯号的航母 已经打击群都前往中东 来进行所谓的部署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像这种 所谓二亥二级的潜舰 它本身的武力 真的非常非常强大 比如说它可以装备 24枚的 这个所谓三叉戟的 洲际弹道飞弹 这个三叉戟的 洲际弹道飞弹 里面其实并不是单一的弹头 它还可以再往外 在往内事实上 可以有多枚弹头的状态之下 最多可以装336个核弹头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像二次世界大战 大家都觉得说 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非常惨烈 这样一个整体的武器的力量 光一个二亥二级的潜舰 它就是二战所有炸弹 如果统统爆炸的 爆炸量的6.7倍 所以这么巨大的一个灭国神器 已经步到中东来 而且它神不知鬼不觉 这个对伊朗会造成 多大的震折的力道 我觉得最用简单的例子 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个战力 如果全部都对付伊朗 全部打到伊朗的本土 它可能会从原先地表 往下降到 往下降18层 太恐怖了 因为那个火力真的非常强大 可是你会觉得说 美国为什么在这个阶段 要做这件事情 要打了 因为美军驻叙利亚 东北部的一个卡拉布吉尔基地 居然在9号的时候 遭受到这个无人机的攻击 原先外界是认为说 有造成美军的伤亡 不过看美军现在 所公布的一个讯息是说 没有人员伤亡 但问题是 他们已经把所有的人员 把它移转到 所谓的安全地区里面 所以你想想看 美国最号称就是说 我美军基地 理论上是同美国本土 你今天居然对我的基地 进行这样的一个攻击 所以美方才会在这一次里面 用这么强大的武力 然后进入到 所谓的中东地区 好 从上个星期到现在 都说要打要打 你也没有看到 伊朗真的采取什么行动 今天不一样 今天出来新闻版面的 就是以色列情报单位 掌握到 时间很明确了 就在8月15号之前 随时可能就要打了 其实以色列跟伊朗 现在这个纷争 外界都寄望在8月15号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 以哈谈判 那你知道吗 在过去几年里面 以哈之间 其实陆陆续续 都有很多的谈判 但是呢 冲突一样发生 所以现在以色列情报记 他就讲说 他们掌握到的讯息是 伊朗也很有可能说 好吧 因为一谈判的时候 你要动手 总是有点难看 所以会不会在谈判之前 就开始进行 所谓的报复性的攻击 而且以色列为什么会有 这样一个情资出现 你看哦 伊朗的国安委员会的议员 这个叫做阿德斯塔尼 他居然对外公开讲说 我告诉你 我们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 来报复以色列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在4月的时候 他们曾经攻击过以色列 当时是用300架左右的五人机 没有想到现在传出错 规模可能会增加一倍 有可能会用600架的五人机 而且要发射飞弹 持续3到4天这样一个时间 那你想想看 你国会 你这个所谓的议员的部分 都做出这样一个说明的时候 是不是会让以色列这边 让以色列这边 不敢这个钓以轻心 那我就问你 一句话我们常常形容说 会吠的狗就不会咬人 所以以色列这个时候 突然拉大了他的整个态势 要打咯 那个背后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轨迹 在交互运用呢 其实作战 如果今天进入到作战里面 心理层面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你想想看 现在大家公开出来讲说 我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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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真的打 其实对于被放话方来讲 他一定有压力 你看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 他就出来讲说 你这个伊朗的议员 你今天放话 他也有可能就是要干嘛 你知道 他就是要打所谓的心理战 因为以色列这边 民众一听到的时候 天哪战争如果要发生了 第一个他会产生恐慌心理 第二个会不会给以色列 你的政府产生压力 给你压力 你要不要去跟他谈一谈 你要不要干嘛 你态度也不要这么强硬 所以这种心理战 在所有最近这几年的战场上 还真的蛮常看到的 但你也不能因为这样 因为狼来了 下一次狼真的来了 你来不及防备 因为你看到 伊朗的革命卫队 现在正在进行演习 你怎么知道 他明天后天72小时之内 不会游训转战呢 现在对于伊朗内部来说 我认为他其实也出现了 两股的不同的意见 当然有一派强异派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说 他这个所谓的 伊斯兰的革命卫队 他一定是强硬派 那可是伊朗总统 现在被英国媒体报导说 他跟这个所谓的 伊斯兰的革命卫队 基本上有意见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可是你知道在伊朗这个国家 很特别的是 他的总统基本上是属于 比较像行政职务 行政管理职务 他其实上面都还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最高领袖或干嘛的 那这个里面呢 他们就变成是 如果伊斯兰革命卫队 透过这种所谓军演的方式 说我要加强战备 那你今天伊朗总统 如果你今天跟我持反对意见的时候 谁会胜出 当然伊朗总统现在是希望 能够避免全面的战争 但是我跟你讲 革命卫队没有在管你的你知道 他们居然还展示了说 我告诉你我有神秘的新武器 他说我这些武器最重要的是 你今天以色列 你告诉我你铁穷很厉害 对不对 你只要侦测得到我 你就可以把我给击落 不会让你本土刷上海 他说没有 我这个新的巡异飞弹 没有办法被你侦测 那我就讲 这个东西有没有在战场实测过 没人知道 那是不是也是心理战的一种呢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现在伊朗跟以色列 什么时候开打 是核心中的核心 往外扩 第一张扑克脸就是美军 美军刚刚一看到了 把护国灭国神器 都开到中东来了 这个时候 伊朗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你分身乏术 转移焦点啊 有一个新闻非常特别 因为来自于欧洲的情报 居然显示说 伊朗将向俄罗斯交付几百枚的 这个所谓的近距离的弹道飞弹 那现在其实对俄罗斯来讲 它有一个东西叫俄乌战争 那个东西还在打 过去俄罗斯被认为说 你已经打到弹劲圆绝了 连什么古早的古董的军区 军品都拿出来 快要下台一鞠躬了 结果没有 现在如果伊朗真的把这些 所谓的近距离的弹道飞弹 往俄罗斯送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俄罗斯 这边武力又上来了 那美国它接下来 就必须思考的是 我在中东这边有一个战场 我如果在俄乌战场这边 甚至对俄罗斯 我也要在进行防备的时候 会不会让美国分身乏术呢 好 我以为你怎么看 中东的局势 伊朗真的不能把他当纸老虎 接下来72小时是关键吗 因为你看 从以色列掌握的情资 从美国把他的这个核潜舰 派往中东 看起来背水一战了吗 这只是说 从美国的情报来讲的话 伊朗一定会有一个 大规模的报复 这规模一定比上一次大很多 要不然的话 不需要两艘航空母舰 一艘核潜艇 还要带了两个飞机 战斗机中队 再外加三套爱国者导弹系统 我还没看过美国 在这么一个小局面里面 需要动用这么多武力 这么武力是干什么 不一定是要攻击伊朗用的 而是要拦截伊朗所发射出来的 各式各样的导弹 可能有无人机 这个巡航炸弹 以及所谓的巡力飞弹 还有洲际导弹 都有可能搞不好 不好还不排除伊朗为秀出说 他们曾经讲过的 他们有极音速导弹 那极音速导弹以目前的话 美军的各种设备能不能拦得住 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所以你看美国这个层层封锁 而且以色列自己也有三套导弹 比如说长程的天舰防空飞弹 然后短程的铁琼通通有了 那你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的防御 表示说美国所得到的情报 伊朗会做大规模的报复 如果伊朗不做大规模的报复 你美国准备这么多配备去干什么 这个配备是劳斯动众 罗斯福号不够看 要抓了林肯号 因为罗斯福号上面没有F-35 林肯号上面有F-35 要F-35去拦截导弹 当然是一个可行之道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高成本的事情 所以简单讲 从美国的动作 我们可以判断 伊朗攻击以色列 或者美国在中东的美军基地 几乎是势在必行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美国不需要去联络沙特 约旦 说你们不要让伊朗借到 打飞弹或者打无人机 这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说美国要做层层防卫 这个层层防卫表示 美国的情报 百分之百确定伊朗会打 白轻费 3 4 4 6 4 7 4 5 5 5 6 6